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到這個會話篇 昨天就說了國家或地方是怎樣說的 其實可以在後面加一些名詞 令到它變成一個新的名詞 例如第一個,我們可以加在後面 代表什麼國籍的人的意思 例如我們在香港人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香港人 或者你說日本人的時候 就可以說 然後第二個要說的就是 語的意思就是什麼文的意思 例如日文的話就叫做日本語 所以就會變成 又或者中文的時候你可以說 好,然後第三個要說的就是 但你可以加在後面 這個是代表的的意思 可以解釋什麼地方籍的意思 例如你可以說 日本語 就是日本語 或者中國語 什麼什麼 例如我們可以說 日本語的雜誌 日本語 就是日本語的雜誌 又或者是 中國語的雜誌 中國語的雜誌 就是中國語的雜誌 又或者是想說 我是香港大學的學生 的話 其實你可以加一個 の字在兩個名詞的中間 你可以說 香港大學の学生 香港大學の学生 所以 の字是好用的 大家只要學懂の字 就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例如是 的也可以用 最後再提一次 大家上幾個禮拜 學過的我在哪個地方來的 你可以用這個文型 香港からきました 香港からきました 就不一定要加 jin 在後面做香港人 你可以純粹說從這個地方來 就可以的 から是有 或者從的意思 然後きました就是來的意思 好 那我們重溫 今天講過的東西 這個國家後面可以加 jin 變成什麼國家的人 或者加go 就是什麼地方的語言 又或者加no 就可以說是那個地方際的意思 又或者no 是可以解的或者記的意思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有什麼的話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又或者大家有什麼想學的 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我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拍片給大家看 じゃあまたね byeby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都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byebye